国内所谓的买国债 国债它买也得买 不买也得买 这是美国人决定的 这是华尔街决定的 因为它的高额贸易辞职 三环 它是一车皮车皮 印来的廉价的物质 而华尔街印它的 只是一张空白支票 什么时候都可以不还它 它没有能力来打美国 只要抛国债它就死 抛黄金它也死 抛美元 美元贬值本身人民币就争 所以说中国老是一个子老虎 经济上子老虎 军事上子老虎 人文素质更是子老虎 所以说他这些话 这个人不是叫一个小丑 我觉得今天有必要讲的话题 谢谢 好 谢谢高先生 那我们再接下一位 纽约张先生的电话 张先生您好 你好 安大佳先生好 你好 请讲 两位家庭也好 我想快点说 因为一分钟太短了 今天这个标题 我们就过了标题 您直接说您的内容吧 或者就是说今天标题有病 为什么不然讲呢 说美国中国观点 谁穷谁富 我讲汪腾 应该说什么呢 美国官员,中国官员,谁是人民公主,后面一改,这样说也可以,美国官员,中国官员,谁好谁坏,谁白谁黑,你说谁穷谁富,他要来的钱,他要来的钱,他要来的钱,你要拿来做比较吗,那能很比适应的。 第二个就是说,这个委员上也说不通,民主最后民选官员是人民监督,选票监督,媒体监督,招小死皮则,花钱玩这个妓女,下台捆蛋,伟纳传了一个不好的照片,马上辞职,还有那个华裔的无纪委众议员,也是辞职挥招呼,在中国,据说还有帮107个二代的, 还觉得这是一个伟大的城市,关不了屋体,原来说温文池才28亿美金的贪官,处长以上的贪官,百分之百相比,没有一个冤枉的,现在是最新的这个说法了。 所以我觉得应该讨论,这两个国家比较逼合了,比谁是人民公主,比谁好谁坏,这才是正规的议题,这谁抢谁负。 嗯,好,谢谢张先生,那我们再接下一位加州高先生的电话,高先生您好。 好,时间给我转哈,我就直接讲了。 高先生,请讲。 好,第一点,我认为这个瑞大嘴啊,他那个招招,当周中是,就是一种东西了,他们那个,都是表演给他自己的组织看的, 他们心里只有敌我官嘛,是吧,他认为他很幽默,很好笑,实际上是他的背后的那些组织觉得,他好幽默,好睿智啊,是吧, 实际上他们现在,这些,在那个网络上,我们看那个微博上,大家的回答,你就更知道,他们越来越搞笑了,是不是, 既然他是你的敌人,你借钱给敌人干嘛,是吧,他说人家是一个很普通的举动,人家的公务员不管国家穷富,他就这么规定了,是吧,他国家欠什么债,他是另外一回事, 你也把人家的一个普通的行动,就变成是你的耳光啊,他就是那种惊弓之鸟啊,那个共党的这种行为, 他就做的那个坏事,做的他自己都坐立不安了,一点点事情,他就觉得在打他的耳光,是吧, 那么他这种敌对观,敌我观,来看任何事情,另外他这个逻辑也是混乱的,他根本就不会讲任何道, 人家是公务员出差,是吧,要是公务员出差,你搞到那个国家贫富, 这个上面是,那就是混扯,就是混扯,是吧,他不会辩论,是吧, 一件事情他不讲这件事情,他给你扯另外一件事情, 因为我还想说一说中国的这种屁民啊,老百姓,他也普遍的存在这种思想, 他就是奴隶的地位,有着组织的思维,是吧,拿出这个出来, 大家就哦,美国欠我们的钱了,就是那种思维,就是很有市场的, 那么这跟那个,中国的那个传统啊,跟那种富贵官啊,跟那些都是连在一块的,是吧, 好,谢谢高先生,那我们再接下一位,夏威夷,刘女士的电话,刘女士您好, 对不起,刘女士雕现了,那我们来回应一下刚才几位观众朋友他们的意见, 对,我想先讲一下那个,就这几位观众,特别是后来那个加州高先生讲的啊, 就说关于内信文这个表,这个内成刚,瑞成刚的表现, 瑞成刚的表现是这样,我们,瑞成刚的表现应该是这么讲啊, 就说像前段时间有个关于中国奋亲的说法, 说中国奋亲呢,跟美国奋亲来比较,来比赛, 说他自己怎么,那个美国奋亲讲啊, 说我们敢批评美国政府,到白宫前批评美国政府, 说你敢吗,说你每天骂这个,骂那个, 中国的奋亲就说,我怎么不敢,我不用到白宫去, 我到天安门广场,我就能大骂美国政府和日本政府, 所以就说这个中国的奋亲啊,就像瑞成刚这样的人, 他不敢骂外国人,敢自问外国人, 但是中国的网友就问了他一句话说, 说你能不能够对中国的官员提这么一句话说, 中国官员,你做豪华出来来,是不是证明你欠人民的钱, 他敢不敢提赛,他根本不敢, 说的确实际上,他是做给他组织看的, 另外一点,大家都看出来了, 提什么国债啊,是顾左右而言他, 根本的是中共当局啊, 他在回避两国官员的对照, 美国官员的轻车减充和这个粗茶淡饭, 而中国官员的这个鱼肉百姓, 大吃大喝,这个警车开刀浩浩荡荡什么鲜花掌声, 甚至到国外去访问,还组织自己的桥门去欢迎, 而在美国或在西方国家, 任何领导人他出席访问, 从来不组织自己的桥门去欢迎, 说这个巨大的对照是什么呢, 巨大的对照就是一个价值观念, 刚才有个观众提到价值体系, 中国古人有一句话, 叫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, 说这句话今天还是有用, 而中国政府根本做不到, 修身,如果一个家长, 一个父亲是个恶棍, 当然这个家庭受了毒害, 你不能治理家庭, 你自己和家庭都不能治理, 还谈治国吗, 今天的中国领导人就是这样的, 他去治国, 一个恶棍, 一个恶霸去治国, 一定是天下大乱, 或者是民怨沸腾, 遍地烽火, 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, 根本一样都做不到, 而美国政府现在的观言, 却做到了中国古人的美德, 就是你首先修身, 然后是齐家, 然后是治国, 然后是平天下, 这种中国传统美德, 跟美国的现代价值却结合上来了, 而中共政府是两, 中共政权是两头都违背了, 李博士, 我觉得李博士的高先生讲的很有意思, 他说中国到底有没有钱, 实际上这个问题, 得分开来看, 中国现在是有钱, 但是这个钱集中在贪官污吏所里, 集中在最高层的所里, 是吧, 中国的钱, 你比方说, 有的人可以买得起几十万, 上百万的, 上千万的房子, 但是80%人却买不起房子, 是吧, 给你这个数字, 就是给你的这个线, 如果现在已经达到超过0.4%以上, 现在后来就不报了, 说明两极分化非常明显, 是吧,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, 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加州的高先生讲, 是吧, 这个他说, 瑞晨刚刚提这个问题, 实际上与无债无关, 与欠不欠钱也无关, 这个讲的非常对, 就是什么呢, 就是说实际上这个中共他现在举办这个达沃斯会议的这个根本目的, 什么呢, 就是想把这个自己的这个执政以来的这种非法性, 以及遇到的危机, 通过外国人开这个会议, 是吧, 来替他衬托, 那么, 瑞晨刚他看到了这么一个机遇, 为什么呢, 在这个时候他能够替中共来拖一把, 能够帮中共的忙, 对他来说是会有很大的好处的, 那么这个时候呢, 他就站出来了,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, 另外就是说讲到刚才有个观众讲这个, 我们的题目是有问题, 谁富, 谁穷, 实际上呢, 是我们讲的是什么, 我们讲的不是说来比较中共官员和美国官员的这个工资啊, 或者什么, 实际上是说什么, 就是说中国官员他是通过什么途径来得到这个钱的, 是吧, 他为什么要这么来贪婪, 为什么要来夺取这个名字名膏, 而美国官员他为什么会请钱, 为什么会这个, 就是背后的原因, 我们现在是广告, 时间的广告, 回来之后我们继续, 好, 谢谢各位回来继续收看, 那今天我们的话题是美国官员和中国官员谁穷谁富, 那我们先接两位观众朋友的电话, 然后我们再一起来回应, 下一位是中国大陆陆先生, 陆先生您好, 主持人好, 前面好, 您好, 请讲, 我认为首先美国和中国社会制度跟别人不同, 美国是民主制度人, 官员是民选的嘛, 中国是专制制度, 首先呢, 中国的官员是, 这个性, 他人格上本来就是分裂的, 他对上都是以止去死啊, 对下, 对下是以止去死, 对上他的就是阿谀奉承, 点头和腰的, 他对着老百姓, 他当然, 他是, 老百姓想见他一面, 见他不然, 他为什么要紧急开路啊, 什么, 去哪里吃饭啊, 搞包厢啊, 他就怕老百姓看到他, 如果老百姓现在明月那么士气的, 老百姓看到他, 不要猛咒他, 咒到他比起年总为止啊, 他, 他中国官员他是心虚, 我感觉, 我觉得他对老百姓他是心虚, 他是不是明确的, 所以中国官员就是, 他们是财富上和富有, 他们精神上的空虚, 他们是每天通过那种, 就是大把大把的花钱啊, 来来这种就是麻醉自己的心灵, 然后呢, 好了, 谢谢陆先生, 那我们再接下一位加州丁先生的电话, 丁先生您好, 喂安娜主播好, 陈墨公教授好, 李天孝博士好, 首先让我们共同祝福, 中华民国国运昌龙, 本周末蓝绿双方来南加州, 赵氏竞选总统连任, 还有立委, 我深深体会就觉得啊, 中国大陆的官员啊, 甚至永远啊, 一直啊, 一直都比美国官员, 和加拿大官员都不, 因为美国官员很少贪污欺民, 大陆官员搜刮名, 纸鸣鸣糕, 中饱私囊, 由来已久的啊, 那个是啊, 就这样子啊, 还有本来应该是大陆老百姓, 同胞们很有钱才对啊, 从民国三十八年开始, 一直到现在啊, 甚至于那个主要共产党一开始, 一九二一年, 民国十年到现在, 这个现象啊, 并未普遍的发生, 我是不是大陆沦陷以后, 一九四九以后啊, 那么是, 所以说这是对大陆老百姓, 跟我们一样的, 都真正爱中华民族, 爱国的, 对他们人是相当相当不公平的啊, OK, 祝三位孔子诞辰, 就要世界快乐, 再会, 谢谢丁先生, 那么来回应一下, 陈某先生先请, 对, 就是, 你先讲, 陈某先生, 他讲这个, 就是刚才那个, 有位中国大陆路线在, 讲过去讲得很好, 他说这个, 中美官员对照呢, 是中共的官员, 应该是财产上是富有的, 精神上是贫穷的, 而美国的官员呢, 财产上可能是非常有限的, 但是他精神上非常富有, 我觉得这个说法非常有意义, 我们先看, 我们就说, 仅仅从财富上来讲, 美国的官员, 不管是富也好, 穷也好, 他的财产是公开的, 是透明的, 他的是合法的收入, 而且他有报税, 有任何记录不全, 报税记录有瑕齿的人, 绝对不能成为美国的任何官员和公务员, 所以说美国的官员, 在两百年以来, 从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开始, 财产就是公开的, 是透明的, 而中国, 中共号称, 那个继承五千年, 号称中国也五千年, 中共也已经六十多年了, 直到今天, 连一个官员财产申报制度都不能确立, 温家宝最近还在讲要争取确立, 为什么那么难呢, 之所以难就是, 87%的官员反对, 为什么反对, 而97%的民众要求设立这个制度, 所以民众要求设立这个制度, 中国官员却反对, 这个制度不了了之, 为什么, 是因为, 就像刚才丁先生讲的, 中共官员应该说, 个个都是和坤, 个个都是贪官污吏, 所以你看那个人大, 这个政协那个主席叫贾庆林, 本身是个大贪官, 所以他怎么可能在政协通过什么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呢, 而人大那个吴邦国, 号称五不搞的, 本身是既得利益者, 他怎么能通过官员财产申报制度, 所以这样一个制度,